是唯一让人恐惧的 是恐惧本身 跳出去一次 今后就不怕再跳了 我那个被辞退的同事 现在还在家里待着 他被辞退后 去找了几份工作 结果非常不满意 一方面其他的公司 确实是给不了那么高的工资 另一方面 他自己也想清楚了 他去上班 也只是把现在出现的问题 往后推几年而已 迟早还得面对 看样子是像创业 但是还没找到好的项目 可能暂时要去追寻诗和远方 我们仨以前都是一个产品线的 当时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船要沉了 因为整个市场 几乎都被我们一家公司拿下了 于是我和我的导师果断起船 当时我还是基层员工 没有心理负担 去了另一个产品线做研发 结果不小心踩对了 这条产品线现在蒸蒸日上 我也跟着大船起起伏伏 我这个同事当时比我早加入公司几年 当时级别已经很高 尽管注意到船不晚了 但还是挺到了船要沉的这一天 最终被辞退了 我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 35岁的人们 最大的问题往往就是船沉 也就是整个部门被猜测 产品被淘汰或者技术过时了 如果不发生这类问题 不被抛到人才市场 也不大会有问题 在35岁以前 你所选的职业最好 所需求的技术 是具有普世性的 迁移性的特点的 一定要避免你的技术 是为某家企业量身定做的 要有职业的危机感 能够看懂行业的趋势 除此以外 我们还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首先要好好锻炼身体 这是我写文章的时候 经常强调的一件事 在《巨人的陨落》里 美国禁酒令发布后 主人公的岳父非常消沉 因为他们家就是卖酒的黑社会 现在国家不让卖酒了 主人公很快注意到 这次他岳父太消沉了 岳父本人是一个 黑社会大哥的角色 又猛又狠 这次这么消沉 明显不对 主人公转逆向明白了 他岳父是因为太肥胖得了高血压 高血压导致动作迟缓 思维消极 碰上事情 总是缺乏解决的动力 这个情节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我自己也深有体会 以前我体质不行的时候 特别容易疲劳 后来我开始锻炼了 慢慢的精神状态也好起来了 不容易消沉了 遇到什么事情 不再那么虚弱不堪 而是敢于面对 绝大部分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这些年每次碰上麻烦事 我就记录下来 每次年底复盘的时候 就能发现 百分之九十九的问题 其实自然而然解决了 尽管面对的当时焦躁异常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 发现自己睡眠不太好 精神状态也不好 很消极 什么也不想干 这个时候不一定是脑子的问题 可能单纯就是身体虚弱造成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的精力和意志力 人的大脑泡在一个大培养民里 而培养民就是身体 如果培养民本身有问题 大脑也会跟着出问题 表现就是各种精神问题 懒惰 焦虑等 什么也不想干 近代心理学研究最前沿的观点认为 所有心理问题本质都是生理问题 可以通过改造体制来解决 首先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一定提前锻炼起来 到了三十五岁 才不会产生懈怠的状态 如果你不那么懈怠 可能就不会在三十五岁 被抛到人才市场上了 或者如果发生了什么事 也有心力去重新开始 其次 要主动提前给自己的生活 增加不确定性 前段时间 有个读者跟我说 他觉得自己周末玩抖音 充满了罪恶感 想做业余电影解说 可是他觉得自己形象比较差 不敢上镜头 而且担心视频做得不好丢人 我跟他说 尽管你可能形象不够好 但是这个不是不去做的借口 你可以不露面 而且刚开始视频肯定做不好 这个不用担心 我认识几个电影博主 和Bilibili网站的UP主 都是做了好些年 慢慢的人气越来越高 当然 他们加入了自己的特色 做大众传媒类的东西 都得有博主自己的特点在里边 不然几乎不会火 这种个人特色 需要你去慢慢挖掘 不可能一上来就有人看 也不可能刚开始做救火 很多火爆的主播 都是费尽心机 夜以继日的研究内容 制作内容 你很难不研究 不琢磨 轻轻松松地把自媒体做的火爆 想做火自己的自媒体 就要卖弄思维 当你学会了点 赶紧发自媒体上 有了小成果 也赶紧发自媒体上去 万一火了呢 YouTube上有个UP主 天天拍她闺女 溜达来溜达去 竟然火了 微博上某大V养 一只猫一只狗天天拍 也拍成了一线网红 当然了 不是说做了几年 自媒体就一定能火起来 最终能做成什么样 一方面取决于个人风格 是不是那种常见能吸引人的 另一方面取决于运气 但是一切的前提 是你首先得去做某件事 我以前就在文章里 谈过运气的话题 今天再谈一次 一般来说 你做的每件事 确定性都很强 在学校时候是好学生 毕业后是好员工 你很少冒险 人生按部就班 这样的话 你很容易成为 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 总之不会太迷信 因为拜佛不拜佛 对你没什么差别 你也感觉不到有差别 如果你从事高冒险性质的活动 就会对运气要求很高 比如你打鱼为生 需要出海 或者你跟我一样 业余写文章 就能发现 文章能不能阅读量超过十万 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缘的 这样你就会对不确定性充满畏惧 很容易变迷信 你出海打鱼 某次出海前拜了妈祖顺利归来 有一次没拜差点死在海里 这样的结果很容易让你觉得有超越个人的能力 以后每次都去拜 哪次拜了还是碰上风呢 你就开始反思是不是上次不够前程 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做生意 他每次过年都回北京拜佣和公 最夸张的一次 他连夜回来拜完佣和公 然后又回美国见客户去了 因为美国那边还是工作日 他说他近二十年 唯一赔了的那一年 就是没拜的那一年 很多富有的人相信风水 算命 因为他们从不确定性中受益 他们想维持这种状态 几乎无法避免掉进迷信这个坑里 你需要在生活中加入不确定性 运气才能开始出现 运气和奋斗是个人进步的两个轮子 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独轮车 你天天按部就班 运气很难发挥作用 确保不赔钱的前提下 折腾点是让运气帮你赚钱 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船沉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跳船 不要等着跟它一起沉 这个时候很多读者要问了 我怎么知道船要沉了 其实你是知道的 只是不愿意接受 如果你发现了问题 需要的是果断操作 然而绝大部分人心中恐惧 怕面对不确定性 所以一直在等 等着好事自然而然的发生 这种心态需要调整 再说个我的朋友的是 他鼓舞了我用业余的时间 创作微信公众号 几年前 我还没开始写微博的时候 我这个朋友辞掉大学的职务 去做字媒体 他觉得自己有做字媒体 创作的小天赋 所以想出去单干 我跟他说 别搞了 自媒体已经是红海了 你看看 现在有多少微信公众号了 知乎又有多少大力 自媒体的红利期已经过了 你现在去做字媒体 纯粹浪费时间 我对他说 这些建议的时候 是在五六年前 现在看我提的建议 好像也没什么大的问题 让我意外的是 他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工作室 已经有了十几个工作人员 他的业务范围 也已经从微信公众号 扩展到了抖音之类的 总之 他的业务做得非常好 我朋友做字媒体 一年的收入是千万级的 收益来自广告 赞助及粉丝的打赏 前段时间和我这个朋友一起吃饭 他说 以前他跟他媳妇讨论过 我说的那些问题 但是他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 你所选择的项目所在的领域 关键不在于红海不红海 其对创业结果影响不大 因为群众事实上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你只要能给大家 别人给不了的 大家都愿意支持你 市场上的很多产品质量 都是不及格的 只要有人拿出点真东西来 就能打动打架 另外 他认为我当时的判断不对 他认为 现在自媒体仍然是蓝海 并且中国绝大部分行业 都是蓝海 中国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凑合着用得了 又不是不能用 将来仍会面临一次产品大升级 二 你所选的项目 没必要依赖暴力 只要有平稳的利润 慢慢积累起来 也会是个非常可观的收入 依赖暴力 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的思维 暴力思维 其实是改革开放初期 农民企业家的一种路径依赖病 没必要学习他们 三 中国的机会才刚刚开始 会持续爆发性发展很多年 现在大家手里有了钱 就愿意去做那些以前喜欢 却不能做的事 比如 他去美国发现 到处都是动漫的周边店 卖钢铁侠头盔的 而中国比较少 也会是个潜在的市场 他考虑在二线城市做起来 第四章 积极才是硬道理 如何坚持下去 并且诚实 一 我年轻的时候特别激进 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都想马上就做好 结果可想二知 年龄稍微大点 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 总想做自己觉得舒适的事 跟自己妥协 说服自己 不要太冲动 做事越来越依赖以往的经验 越来越消极 偶尔还把这种状态 当做成熟 一年过完 除了正常上班 好像没做过几件 让自己感觉今年没白过的事 因为做过的事都坚持不了太久 后来想做事情的时候 心里想索性算了 不要太为难自己 反正也为难不出来什么 不过有几件事 我却坚持了下来 天天做也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竟然成了习惯 哪天没做心理状态 就很不正常 比如 我坚持每天看二十分钟的纪录片 每天总看两页书 每天溜达半小时 每天写几百字等 我的这些习惯都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远远超过了我年轻时候那些激进的举动 所以我忍不住反思 为什么这些事情我能坚持下来 其他的事却坚持不下来 我想了很久 慢慢发现了 其实关键我做的这些事情都在舒适区 以前我总想摆脱舒适区去挑战自我 后来发现越挑战越证明自己没能力 除了那种工作上迫不得已要做的事 其他自我挑战 基本都已可耻的失败终结 尤其是需要长期坚持的 基本都不了了之了 反倒是一些挑战性不强的事情 我竟然坚持到了现在 这让我陷入反思 觉得人生真的很纠结 同时我也忍不住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样的坚持才算是坚持 如果做一件事只能坚持一星期 做的这是再轰轰烈烈 也没什么可炫耀的 反过来 一件很无足轻重的事 一个人坚持了几年甚至十几年 产生的就是翻天覆地的效果 如果你下定决心做什么事 而且这是全凭你个人的耐心和克制去做 建议把每天的目标定低 以至于你甚至不需要毅力去做 很多人都知道波比运动 每天做这种运动 有助于提升心肺能力 锻炼腿部胳膊腹部肌肉 有助于缓解颈椎病和改善膝盖状态等 简直无往不利 我看了B站的一个视频 里面介绍一个男生通过每天十分钟这种运动 竟然达成了快速减肥的效果 该视频说每天只需要锻炼四分钟 八组 每组八个 总共六十四个 我一看觉得波比运动真的蛮好 应该能够轻松愉快地完成 之后我第一次就做了六十四个 结果非常累 后来我下定决心要坚持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留了个心眼 我想如果太难太吃力 大脑会不会拒绝执行呢 所以决心每天只做十个 后来又觉得压力太大 和自己妥协下巴 我改成了每天五个 没想到真坚持下来了 现在我可以一口气做两百个 体质也有了质的变化 当然了 我的目标还是每天五个 细水长流 如果当天状态非常差 就随便做五个 如果状态好 就多做几组 如果状态非常好 就做两百个 我还发现 有的时候 我偶尔状态特别不好 根本不想锻炼 但是当我状态不好的时候 一旦开始练五个波比跳之后 状态就会调整得还不错 接着一口气做几十个波比跳后 发现状态竟然好起来了 原来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这副取巧 这件事尽管微不足道 但是我受到了一点启发 就是不要太跟自己过不去 如果你做的某件事是短期的 那你可以随机处置 如果你做的事情是长期的 那么拟定目标的时候 一定不要偏离舒适去太远 否则结果大概率是自取其辱的 如果你不想或者不情愿做什么事 总是给自己找理由 会让你自己非常为难 你很可能会坐在那里 一边玩手机 一边纠结 一直玩到太晚 或者要去干别的什么事 就可以心满意足地不去做了 如果一件事 哪怕坚持了很多天 但是中间如果连续断开三天 可能这一轮的尝试也就到此为止了 对于培养的长期习惯来说 应该聚焦的是每天都能顺利去做 而不是做多少 不要断开 长期就能达到极高的高度 我们应该都有这种体会 有些事情实在是不想做 但是如果开始做了 就发现比之前想的容易得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应该把每天的目标定低一些 这样每天都能轻松地去做这件事 等到每次完成了当天的计划 可能状态也好起来了 因为最大的心理障碍已经克服了 比如你本来准备今天做一个俯卧撑 结果一口气做了五个 做完还不过瘾 又来了十个波笔跳 看书也一样 每天配额午夜 看完之后 如果有其他事就去忙 如果没事就多看会儿 说不定一口气看半本 这样坚持下去 你会发现 本来一本书预计三个月读完 结果可能两周就读完了 如果一开始计划一周读完 大概率今年都读不完 大家都可以试试 如果想做一件事 不要把目标定太高 而是要往低定 要追求每天从容的开始 而不是一天取得十天的效果 再强调一遍 制定目标的时候 一定要容易 具体操作的时候 每天把目标先达成了 然后再自由发挥 二 我们一般习惯性的觉得舒适区不太好 认为我们要离开舒适区 不过我这些年 反而有个感触 对大部分人里的一部分人而言 舒适区才是他真正的核心竞争区 做擅长的事 才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之前有个同事 技术一流 后来领导 让他去负责管理一个团队 让他突破下自我 结果他做得一塌糊涂 在管理岗位上管的天路人员 他现在又回去做技术了 在技术领域搞得风生水起 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就反思这件事情 说一个人在自己的能力圈内 工作一个小时 要顶能力圈之外的一百个小时 后来他又说 这话不是他说的 好像是查理 芒格说的 这一点 我也特别有体会 找到那些你做起来状态很好的事 然后在这些领域加大投资 你就能把事情做得风生水起 这也就可以回答很多读者常问的问题 如何在工作之余还能写文章呢 其实根本不需要多投入多少精力就可以写 因为我的舒适区就在这里 我写的文章就算没人看 我也能做到天天写 我们不是要远离舒适区 而是要去开拓新的舒适区 比如通过锻炼 让自己每天都精神饱满等 此外 我们还要重点理解和使用复利法则 爱因斯坦称 他被世界第八大奇迹 但是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很难理解生活中怎样才能 让复利法则发挥作用 这几年 我慢慢反应过来了 我们没法像按机器的按钮一样 去控制事情 不过我发现 不管你做什么事 只要天天做 随着数量的积累 在某个时间点上复利法则突然就出现效果了 学习编程的人一定有这种感受 一开始模仿别人写 写着写着感觉就来了 完全可以自己写了 当他进入一个高阶状态后 就是下笔如有神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能这么顺利 就写出这么高质量的代码来 实现那种之前自己想都不敢想象的功能 小时候我看武侠片 发现很多天赋异禀的人偷窥别人功夫的时候 看一眼就记住了别人一大团的复杂套路 我很纳闷 他们记性怎么那么好 后来等到我做编程工作的时候才彻底明白了 那种几千行的代码 我看一眼也能写出来 并不是我记性好了 而是积累到了一定程度 就不需要再去尝试记忆招仪式了 里边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我知道的 只需要直奔我不懂的那部分就行 或者直接找关键点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理解的复理法则 规模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会涌现出完全超乎想象的东西 很多新模式都是依赖规模 知识财富等才能做的 以前有个专业的健身教练 跟我沟通过健身的事 他说对于去健身房天天健身的人来说 前三个月都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属于助肌过程 每天自己好像很疲劳 但是客观的来说运动量并不大 直到三个月后 你才能一口气做到咬几百次哑铃 做几十个引体向上 这时候才算真正开始健身了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高强度的训练 到那个时候 一次的训练量能顶得上两年前一个月的 这就是复理效应 也就是说规模越大 得到的也就越多 再说一个例子 最近我多次听到 如果你什么都不干 现在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直接给你一百万 另一种是抛一个硬币 猜对了上面是哪个面 就给你一千万 你选哪个啊 这个例子是要给大家普及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 说前者是穷人思维 后者是富人思维 其实这种逻辑完全不通 你想想就知道了 对于一无所有的人来说 确定的一百万无论如何 也比不确定的一千万要强太多 但是当到你已经有了一千万 再让你做这个游戏 你可能大概率就选后者了 因为确定性的那一百万 对你来说本身也没那么大吸引力 你更愿意去施施手气 有谁会没钱 但是选后者吗 也有 赌棍肯定这么选 所以说 这个游戏更靠谱的说法是 穷人玩法和富人玩法 等钱积累到一定程度 大家就本能地对风险不那么厌恶了 因为输得起吗 很多玩法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承受不了的 不是说这个人思维不到位 而是还没到那一步 如果输得起去赌 那就叫投资 如果没有资本硬赌 那就是赌棍 我们也可以想到富利的另一种 体现就是玩法也有升级 不仅玩法有升级 道具也有升级 比如你可以找专业人士来帮你玩 文末 我总结下本文的核心思想 一 积累总是第一位的 很多新的模式 都是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解锁 这个是富利的范畴 二 积累的关键是 每天都要做 而不是单次做多少 三 如果想每天都能去做 最好的办法是目标定低点 这样每次开始的时候 心理负担能低点 四 坚持每天做一件低目标的事 会让你达到很高的高度 五 我们知道 努力会让生活变美好 如果能找到一个领域 自己在这个领域很舒适 在舒适去努力 会让你达到想都不敢想的高度 娱乐 娱乐到底是怎么致死的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 在欧美等国家 底层从来是很多政府的心病 各国政府的态度就是他们不惹事就行 通常他们一惹事就是大麻烦 只要他们不惹麻烦 政府花点钱也可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美国的市场选举 他们的市场竞选的时候 来回就那么几个话题 比如降低犯罪率 要给监狱搞学校 或者多建几座监狱 不过最近几年 几乎所有严肃的智库都开出了药方 游戏比刺刀管用 你不是精力无处释放吗 你不就是内心的激情 需要到处宣泄吗 与其让一个人搞恐怖 搞犯罪 危害社会治安 不如把他捐起来玩游戏 这个人在游戏里拿枪秃秃人 总比在现实里秃秃人强 于是搞买投业战略 是欧美很多政府的选择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 如果让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看会儿严肃的书 就跟家里有鬼似的 不管他用什么姿势在看书 看着看着就躺沙发上玩手机去了 一个人在电影院待三个小时 会感觉过得非常快 但是如果让他坚持三个小时看 或比金融学 或华为崛起 估计绝大部分人跟我一样 很快就开始陷入自我怀疑 情不自禁拿起手机 刷刷微信朋友圈 看看微博 实在没事干 就看看淘宝购物车里的东西 降价了与否 明知道什么对我们有利 什么对我们自己没用 但是依旧没法克制 总想去做那些欢乐 却没用的事 玩起来一个顶俩 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事 却难得很 而且容易陷入自我怀疑 总怀疑自己正在做的事 没什么意义 但是刷抖音的时候 完全没这个苦恼 刚毕业的时候 我在航天院认识一个厉害的人 他本身在航天发动机领域 就是专家 更关键的是他对经济 历史 金融等其他领域 也理解得非常深刻 另外 他对炒股和炒黄金 非常有研究 平时他会写股评 他基本是手不是券 我们一起去海外出差的时候 我在飞机上追完了整个一季的试学法医 他看了一录书 还写了两篇文章 他一下飞机就投了稿 等到了酒店的时候 采用稿件的一方 已经把钱打过来了 我当时就问他 是不是看书和写作 对于他来说像呼吸一样轻松 他说 比吃蟑螂都恶心 不过他爹从小就教育他要 经常去做那些吃蟑螂的事 慢慢就习惯了 时间长了就可以获得一定的社会优势 这种优势又是逐步累加和扩大的 套路可以扩散 技能可以学习 唯独这种长时间大跨度的积累 没法快速掌握 我当时就问他 为什么我感觉自己比较忙 没时间呢 他教了我一个办法 找章纸 不管干什么都写下来 记下其实时间看他一天都忙了些什么 后来我按照他说的方法去做 做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脸面说自己忙了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试试 看看时间都去哪了 我后来也看到一篇文章说 90%说自己忙的人都是装忙 剩下10%是瞎忙 真忙的没几个 你又不是企业家 你忙啥 这是我想了很多年 以前我做事总感觉很痛苦 觉得自己没什么天分 放弃算了 很多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那件事之后我重新认识了天赋 开始认识到绝大部分事情并不需要天赋 投入时间多就能做得好 做得越好就越愿意投入更多时间 我也不太认可兴趣这个说法 因为每个人的兴趣都差不多 吃喝玩乐呗 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这一句话本身问题很大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感兴趣的事都是些低俗和无聊的事 除了低俗的和无聊的都不太想干 那怎么办 什么都不干了 我观察到厉害的人之所以厉害 基本都是主动在找虐 就跟每一个社会人一样 去做那些有用 但是让人不太爽的事 如果把这个观念反过来就是堕落之路 什么时候都随心所欲 去做那些内心深处喜欢的事 而这类事都没什么用 时间就这样溜走了 什么也没留下 我倒也不敢说大家喜欢的事都没什么用 不过敢说绝大部分人喜欢的事都不太有用 一个人玩游戏的时候 一整晚就那样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让他看本严肃的书半个小时都坚持不了 说白了 我们的大脑有种堕落的天赋 大脑不喜欢信息 接受额外的信息让他非常疲劳 我们经常说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似乎是人类独有的特点 其实是小部分人的特点 大部分人并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人类是长了一颗古人的脑袋 在过现代生活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上百万年 缓慢的发展 现代文明满打满算才两百年 也就是我们的脑袋一直停留在古代 但是身体进入了现代 现代有什么好处 最大的好处就是 人类那些基本需求 在一个可靠的国家都能完全满足 比如人类天生喜欢甜 不过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整个人类古代一直非常缺乏甜味剂 在古代 无论东西方 糖都是贵族的玩意儿 后来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甘蔗 然后赶着几百万黑奴去种甘蔗 欧洲才开始不缺糖 从那以后就疯狂吃甜食 大家可以去尝尝欧洲那些比较有特色的糖果 味道其实都差不多 都非常甜 因为以前贵族们互相攀比 谁家有钱 谁家的糖果就更甜一些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 这个问题在东西方都解决了 食堂价格一降再降 到现在已经基本上做到了无限制供应 你喜欢糖是吧 那么你尽管吃好了 生产商把所有饮食里的糖含量 都提到一个人类最喜欢的程度 占到食物质量的百分之十左右 可是这很容易让人吃出来一堆健康问题 如果你去过美国 第一印象基本上都是大街上一堆连路都不会走的胖人 美国很多车都有坡道 就是为了让巨胖的人坐着电动轮椅滑上去 除了糖让人上瘾 还有游戏让人上瘾 游戏对社会整体的影响越来越大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它和我们熟知的那些娱乐节目一样 每个游戏本身也是被精心设计过的 游戏的细节都是按照可以拨弄人的大脑里 那个控制舒爽的区域设计的 基本都按照如下三个原则来设计游戏 快速、剪辑、不断变换情感类型 设计巧妙的游戏要做到每隔一两分钟来一波刺激 就跟吸毒似的 先打一针 爽过之后歇一会儿 然后再来一波 我的大学同学玩孤岛危机 最长时间玩了两天两夜 他在某次玩游戏中滴血糖晕过去了 现场围观的群众没人知道怎么抢救 差点闹出人命 一般的娱乐节目 比如综艺、小品、相声什么的 都是按照这个逻辑设计的 跟游戏的设计原理类似 大家在那里看的时候感觉非常爽 其实背后也是导演 演员等把各种元素融合到节目里 最终的目的是让你爽 每隔几分钟爽一下 爽过之后还有期待 人们常说 抖音五分钟 人间两小时 那些抖音爆宽小视频 也是抖音里的导演们反复折腾出来的 大家如果经常看各种选秀 家庭纷争等娱乐节目 慢慢地就会发现 这些节目的套路都差不多 因为能触发人类欢乐的元素就那么多 新模式的节目开发起来非常慢 大部分这类节目都是我们从欧美或者韩国引进的 远远赶不上大家的消费需求 古代的时候 大家的日子是很枯燥的 一年到底 只有一两次娱乐的机会 就连皇宫里也做不到天天唱戏 现在不一样了 只要你愿意 完全可以做到 比古代皇帝都滋润 天天各种欢乐 上午玩PS4 下午玩Xbox 晚上看电影 凌晨还有其他娱乐套餐 一个人即使天天玩 一年也可以玩得不同样 一个合格的日本游戏宅男 完全可以做到 一辈子不谈恋爱 快快乐乐的段子绝孙 当然了 我并不认为游戏本身有什么问题 大学毕业前 我一直有游戏饮 直到最近这几年 才玩得少了 不过凡事有度 如果一个人花大量时间玩游戏 就容易对其自身 造成巨大的伤害 因为游戏不仅让人浪费时间 而且会腐蚀人脑中的奖励系统 之前有个很著名的实验 给老鼠脑子里连了个电击 他只要去踩它一个踏板 就会刺激自己的奖励中枢 他就能爽一下 后来老鼠发现这个欢乐源泉之后 一直去踩 连饭都顾不上吃 后来饿死了 人脑里边也有一个奖励系统 让你在做了一些事情之后爽一下 借此提高生存率 比如人类喜欢甜 吃到甜食之后 就会触发奖励系统 让人经常性地去追求甜味食物 再如男性普遍喜欢杀戮 因为万年进化中早就淘汰了那些厌恶杀戮的基因 热爱杀戮的原始人才有竞争优势 这个本性被现代社会给压制了 因为砍人犯法吗 但是在游戏里能肆意放纵 很多人像老鼠踩踏板一样 通过娱乐节目和各种游戏一直踩 他们倒也不会被饿死 但是踩的时间长了 其他欢乐园明显难以让人欢乐了 这就类似人体的抗要性吧 就像经常喝咖啡的人 对可乐等低咖啡饮饮料 基本没什么反应 也像经常吸毒的人 伎量越来越大 才能维持快乐一样 在强刺激环境中久了 一个人看一本书的欢乐 远远不如去游戏里开几枪 那些原本就很闹心的东西 比如学习、考试、上班 现在变得让人更痛苦了 这些现象对个体可能不太明显 但是放在群体层面来观察就非常明显 国外有专门的对比实验 在实验中发现 长期迷恋游戏的人 在长期任务中表现得非常差 网络上有段时间热议一个话题 国家好像要把游戏成瘾 列为精神病 网上基本没人认可这一点 很多人义正刺焉 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他们好像没看到这里说的是游戏成瘾 就是那种脑子里成天只想着游戏 除了游戏 没法在现实社会中正常生活 一天24个小时 除了睡着就在玩游戏 学业 工作完全被抛到脑后的人 这不是精神病是什么 是不是得治疗 当然了 我说这么多不是说完游戏不好 我自己最快乐的经历 有一半是在游戏中度过的 我反对的是沉迷 沉迷游戏或者各类娱乐活动 其实跟沉迷毒品差别并不大 更可怕的是 这种沉迷还是合法的 毒品的作用原理是通过药物 让大脑兴奋 产生愉悦感 现代游戏和娱乐节目是通过视觉听觉来做到这一点 如果一个人长期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可能是新时代最酷最隐形的一种死法 让你快快乐乐 不知不觉的变成废人 慢慢的 没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 一干枯燥的事就疲劳暴躁 人民大学对饭圈研究的很深 他们发布过一篇博士论文 这篇文章中提出饭圈有两类 第一类是那种愿意花大价钱 去看偶像演唱会 买偶像周边的东西 让偶像商业价值不断增高的粉丝 这种比较少 但是非常关键 这种叫饭圈发电机 第二类就是平时也非常狂热 但是不大花钱 主要是贡献注意力 就是偶像的所有东西他 他都会看 提高偶像曝光率 点击率 间接增加偶像的商业价值 这种人叫饭圈干点池 这些年的娱乐趋势 就是让有钱人出钱 没钱人贡献注意力 玩家的时间就是新货币 以前的教育模式和理念 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成才 这种想法本身是好的 但理性想想 就知道是不现实的 社会是金字塔形的 能出人头地的就那么多 以前的模式成本高收一低 很多人还不满意 因为你把每个人都朝着重点大学方向培养 后来只有不到5%的人上了重点大学 其他人怎么没意见 这些年 我们的教育明显在搞分流 类似德国模式或者美国模式 让大家提前认识到自身定位 提前进入角色 没必要每个人都上大学 也没必要每个人都出人头地 成本低而且务实 在这种背景下 提前分流会变得非常明显 毕竟父母之间的水平就差了一大截 很多父母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怎么教育小孩 更别说财富上的不平等 更加要命一些 此外还有社会关系 有成长起点 差异是全方位的 不过正如治病的第一步 是承认有病 进步的第一步 是认清形式一样 教育和自我教育本身是个复杂的话题 我也没有太多发言权 不过也略微有了一些感触和心得 跟大家分享出来 总之 有些事情明显是对的 不需要太多说脚 也要坚持去做 比如勤奋 比如积极主动 比如多笑少抱怨 为什么丧失文化越来越严重 一 有读者给我讲 你写了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 顺便把丧失文化也分析下吧 这里说的丧失文化 不是大家看的那种丧失片 而是指越来越多的人 活成了丧失的样子 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 受丧失文化影响的人 是什么样子的呢 受丧失文化影响的人 只接受基础的刺激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的重心 只有玩游戏 有如僵尸只爱吃脑子 受丧失文化影响的人 生活没有高级目标 只有基本需求 一失刺激一失爽 一支刺激一支爽 他们身陷电子鸦片 日夜沉浸其中 最关键的一点 受丧失文化影响的人 即使生活得很落魄 他们也无意变更好 甚至都不去想这事 如果追溯起源 丧失文化最早并不是 发源于亚洲 最早是出现在欧洲 然后是出现在美国 之后进入了日本 最近几年出现在我国 现在已经小有规模 不出意外 将会吃掉很多人的脑子 然后变成比较有影响力的亚文化 看到这个发展路径 大家也就感受到了 这种现象明显跟社会成熟度有关系 也就是说 社会越稳定 僵尸文化越繁荣 是不是也可以断言 只要社会稳定了 不求进取 而且安于现状的丧文化 就是主流 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断言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候 大家都挺丧 很明显 越稳定的社会 就越多的人越不思进去 正如我们 似乎很反感阶层固化 但无论是回顾历史 还是横向对比 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况 都明显呈现出了 这样一种情况 社会在稳定之后 慢慢就会出现阶级固化 社会阶级固化下来之后 绝大部分人 自然也就踏实了 也就不去想那些 遥不可及的东西了 就好像小时候 想当飞行员 想当科学家 想当将军 越成长 越无奈地发现 这个目标都太过离谱 从而接受了现实 还是想点能实现的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目标一再调整 慢慢就调整到没目标 过一天算一天了 在这个过程中 其中的一部分人 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 变成了有僵尸文化特征的人 他们不但过一天算一天 而且变本加厉 怎么舒服怎么来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们讲 一个人在村里碰到一个放羊的小孩 小孩说 他的生活就是放羊 生孩子 孩子长大后继续放羊 我们当时觉得 这个小孩太惨了 不过当时哪能理解 这种状态不只是发生在村里 而是遍布全世界 全世界都是这样过的 平淡枯燥 年复一年 那种极具变化的生活 不是战乱国家 就是战乱之后重建的国家 我们要明白 那种放羊 生拔 在放羊模式 才是真主流 也就是说 不求上进 才是跨文明的核心文化 力争上游终生奋斗的 永远都是少数人 属于非主流 那既然不求上进是主流行为 自然要有配套文化 也就是我们说的丧尸文化 只不过有些人感染的多 有人感染的少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也都看出来了 我并不是想在文章中 对这种人生态度进行批驳 我们只是分析下起因 顺便看看 不愿意沾染这种文化的人 中毒后怎样解读 二 首先我们要解释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部分人慢慢就停止了努力 咱们做个心理游戏 大家都讨厌看电影被剧透 剧透是人兴趣所然 对于大部分电影来说 知道了结局 看起来就没什么意思了 过日子也一样 最烦的事情 无疑是知道了 接下来怎么发展 那就是人对生活充满了乏味感 而成熟型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 一眼能看到头 如果说生活像电影或者游戏 可是刚开始完就知道了这个剧情的结局 让人有种莫名的乏味感 现在的社会有个以前不一样 以前大家只知道自己周围的事 现在倒好 整个社会越来越透明 不单告诉你 你的人生路将会是什么样的 而且告诉你 跟你不是一条轨道上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还要告诉你 如果想跨越轨道有多难 这里的难往往都是硬性难题 比如很多岗位要求本科 还有很多岗位硬性要求985毕业 这还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 很多真正赚钱的行业都有硬性门槛 比如相关工作经历 或者资金积累到一定规模 更有甚者 需要熟人引荐 才能参与游戏 这就直接把一大堆人 直接排除到游戏之外了 你想参与都没机会 三 大家一般都向往生在发达国家 我经常国内外跑 整体而言 国内跟国外这些年的差距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用不了多少年 大家就可以过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了 可能会差一些 毕竟中国人多土地少 可能走哪儿都比较急 慕尼黑是德国南部的第一大城市 全国第三大城市 我不久前在慕尼黑坐火车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他们的火车站 还没我们地基式的火车站大 竟然也够用了 可见欧美的拥挤程度 远远低于东亚 不过坏处是 他们没法享受集中的好处 比如快递和外卖 不过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西方国家 往往是西方中产家庭 很少有人关注非中产是什么样的 发达国家也有下层 而且下层要惨得多 以前冷战的时候 西方为了对抗苏联 需要拉拢他们的中产阶级 苏联解散后 西方没有这种需求了 于是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产业 所以西方的中产家庭 整体规模是萎缩的 中产少了 多出来的是有钱人吗 当然不是了 是穷人 是下层 专业说法叫中产坠落 美国和日本下层 更是叫天天不应 因为几乎所有的通道 全被堵死了 想成为厉害的人 就得像蜘蛛侠一样搞变异 或者变异成高智商天才 或者变异成身高两米的人 将来去打篮球 或者壮得跟北美野牛一样 将来去玩橄榄球 靠体育上大学 最后的一招 就是去当明星 在美国 多数人的梦想 就是当篮球明星 或者电影明星 欧美的名牌私立大学 基本上把一半名额 直接给了之前在名校上过大学的人的孩子 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欧美有个好处 是把所有事都拿到台面上来 他们并不觉得这是有什么不正常 因为学校从来都没说要按照成绩录取 而是采取一种复杂的综合裁定 这也是为什么华人经常分数很高 却只能去读那些美国人不大愿意读的专业 结果造成热门专业华人非常少 美国的公共产品是跟税收挂钩的 也就是说你们小区的治安好不好 学校好不好都会体现在房价上 房价高 房产税高 学校才能雇佣好老师 学校质量才会好 升学率才能高 那么如果一个美国人买不起好房子 是不是就被坑了 不能说百分之一百被坑了 因为我也没跑遍美国所有州 不过大概率被坑了是没错的 但是也有例外 比如万一有的人基因变异了呢 像蜘蛛侠一样 那么他就不需要好学校 美国人都喜欢蜘蛛侠 尤其是现在的小蜘蛛侠 因为他不但基因变异了 而且遇上了钢铁侠爸爸 捞了他一把 这也体现了美国人对阶层跃迁的朴素的渴望 我们通过看美剧也能感受到 美国人整体非常分裂 上层阶级是世界上顶尖的 剩下的都是一群伪科学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 黎明讲到美国有一亿人不相信进化论 绝大部分人对知识充满鄙视 被商业广告把脑子洗坏了 比如生活大爆炸里 普林斯顿博士取了一个半文盲 大家都觉得博士赚了 在美国 一个人如果没考上大学 可以去当卡车司机 可以去工厂 但是激烈异常竞争 具体可以看看美国工厂 它能让你感受到 美国基层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 有些人没有选择性的崇美 我也喜欢美国 但是要批判性的喜欢 没必要把他们的消极事物都喜欢了 比如美国人整体反制这件事 绝对值得我们比喻 四 很多人都了解电影 美国队长 你的美国队长吧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讨厌 像个老干部 满嘴大词 充满自我牺牲精神 而且充满战斗力 在任何困难面前 都是冲锋陷阵的人 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二战 时代的美国人 有责任心 有担当 崇尚爱情 布局牺牲 既有集体主义的光辉 又充满自由主义的理想 总想做点什么 要求进步 希望为大众服务 美国队长和钢铁侠的父亲一样 都是属于国运上升期的人 奋斗一生 而接下来的人 就是钢铁侠 婴儿潮人 花花公子 小流氓 嬉皮士之类的人 如果没被拖去阿富汗山区 接受恐怖分子的洗礼 一辈子估计也就那样了 影射的就是 美国在国力 打到巅峰后 迅速失去了理想 仗也不想打 成天就想着男女之间的 亲亲我我 当然了 美国毕竟是个传统新教国家 不能太过分 接受洗礼后回来的钢铁侠 基本改掉了 除了贫嘴以外的所有恶习 钢铁侠在阿富汗山区里 完成蜕变 变成了调皮版本的美国队长 他代表的那代人 却没有蜕变 也正是在那代人中 丧尸文化慢慢开始崛起 随后冷战结束 西一代出生的人 在无忧无虑中成长起来 丧尸的饥饿感 没有生存压力 不用担心核弹从天而降 也不用担心饿死 而且对于不少人来说 上升通道又被堵死 这辈子奋斗不奋斗都差不多 于是慢慢就向那个丧尸通道 靠过去了 美国人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就是种地 种完的回家祷告 过着辛苦的生活 积累了巨大的优势 然后开始工业建设 工业之路也是苦难之路 那些年 美国跟过山车似的 在萧条和繁荣之间倒腾 美国崛起的基因 就是在那两百年中形成的 通过节俭积累 通过冒险获取 而且自我承担责任 再看看现在的美国 上层进化出来了极其复杂的玩法 他们通过制定规则 来赚取丰厚的利润 中层其实跟我国中层差不多 也是以家庭为中心 教育孩子 只是他们不管自己的老人 底层现在恶不死 开始输出各种垃圾文化 倒也不是他们故意要输出 而是这些东西流动性好 比如把天天醉生梦死 说成是享受当下 把不积蓄 甚至超前消费 说成是洒脱 当然了 在国内 有些居心叵测的人 接收了这些垃圾文化 并把它们包装以后 呈现给大家 比如把美国某些群体那种 不好好学习 不负责任 不抚养孩子的特性 包装成欧美主流文化 往国内灌输 让人误以为欧美发达 原来是因为这些 五 具有丧失文化特征的人 和我国比例比较大的焦虑型的人群 正好是两个极端 我画了个正态分布图 图五 越发达的国家 具有丧失文化特征的人 比例就越高 他们还要对外输出这种垃圾思想 主要是因为他们有财富 有些人觉得 富有的国家做什么都是对的 甚至觉得 发达国家的垃圾桶 都显得很有韵味 感觉垃圾桶里的东西 也不那么垃圾了 前不久 人们热议西方的贵族 其实贵族就是被西方 扫入垃圾桶的东西 有些国人还把它视为宝贝 图五不同文化特征的群体 中间的五感的群体 就是随时可以向两边滑落的潜在用户 如果你比较上进 而且充满责任心 就很容易焦虑 反之很容易成为 具有丧失文化特征的人 从图中我们能看出来 焦虑其实不是坏事 说明你积极进去 并且在寻找出路 有些具备了丧失文化的特质的人 还乐在其中 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也有具有丧失文化特征的人 充满负罪感 没法开开心心 踏踏实实地做个丧失 他们想改变 却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也有过这种体验 因此对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我还是有一些心得的 其实身上具备丧失文化特质的人 大部分都是懒的缘故 今天的懒 不仅是每天不想干活的那种懒 更是怕这怕呢 今天怕大环境要崩溃 明天怕不确定性 而且生活过得很舒服 没有危机感 几年前我也一度懈怠了 后来公司开始大规模裁员 而且说以后每年都会裁员 等我当上部门领导后 他们又说专门裁领导 我就再也坐不住了 每天都在想 要是被裁了我该怎么办 每日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担心 慢慢就习惯了这种担心 我现在越来越有种体验 绝大部分人步行 真的是因为个体差异 宏观环境会影响每一个人 但只伤害真正虚弱不堪的人 大部分步行的人 往往是没有尝试过 没有努力 我有个远方亲戚 几年前来了北京 以前在家跟着建筑队里搬砖 他觉得没前途 所以去送快递 后来又送外卖 每天从八点送到晚上十一点半 晚上赚的要多一些 全年不见歇地工作 在这种超负荷的努力之下 他很快就买了个金杯 在北京五环那里 开了个搬家公司 经过努力 他的公司现在已经有了 三辆金杯 五个员工 每天忙得喘不过气来 他在老家县城里 还开了个快递站 他的收入已经超过 知名互联网公司的项目经理了 我每次看到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职业畅衰的人就嗤之以鼻 再看看评论区那些怨恨者 天天说一些负面的话 简直无药可救 每次困难和危机来了 从来都是灭一批 重新起来一批 消灭的是那种脆弱不堪的人 起来的全是新强人 真巨头会变得越来越大 不管机遇来了 还是危机来了 基本跟懒惰的人没什么关系 他们永远都是一群围观者 只是会在边上看热闹的人而已 我们一定要留意语言的力量 话语出口 最先听到的是你自己 不管一个人说了什么话 说的次数多了 首先被说服的就是他自己 如果一个人经常说一些很泄气的话 慢慢的他就变得很泄气了 另外 我们要有个常识 危机来了 并不是谁的财富 规模打伤害谁 而是谁脆弱伤害谁 如果觉得越来越丧 想改变这种状态 就赶紧动起来 首先要有危机意识 去冒点能承受的险 赶紧动手 让自己宁可滑向焦虑的那一头 也不能做丧失 其次 要明白宏观形势跟你的关系 并不是特别大 很多诚实的人 都是一开始不小心接触到 某些项目之后开始做的 没想到竟然慢慢做起来了 反而是计划好 然后投入巨资开始要做的事 往往因为前期投入太大 没等盈利就把血流尽了 最好做低失措成本的事 要多做而且早做 总之不要怕 想去做什么就去干 动起来是跟僵尸 病毒斗争的最好办法 焦虑一点也没什么 再过一些年 大家就会发现 现在真是动手的好时候 种下一棵树 最好是三十年前 其次是现在 第五章 年轻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选择 不要偷懒 也不要耍机灵 总是希望能够 把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分享出来 把走过的弯路 告诉后边的人 有些痛苦和迷茫 你自己回过头来 觉得很珍贵 其实只是你自己 不愿意承认 那些苦都白受了而已 先说下我自己 小时候 我有严重的小儿多动症 后来考进了985 毕业后 先去李家国企科研单位 后来去李家世界500强的公司 一直干到现在 我从大学开始接触编程 到现在正好是十年 中间断过 后来又继续从事编程工作 做任何事情 最关键的是先入门 从事编程工作也是一样 那么做编程 到底到了哪个地步才算入门呢 所谓的入门 是你进了一家公司 然后开始给人家干活 并且能够提供合格的交付件 这就算入门了 我的目的是 在你一行代码还没写的时候 给你一些建议 不管在任何企业 厉害的人应该是主动地帮企业改进流程 给企业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非常难 最高的境界就是你改进了流程 企业终于不需要你了 把你开了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 任何能做到提高整体效率 降低成本的人都是企业的宝贵资产 做程序员也一样 因为我是做程序员的 所以我就写一写如何做程序 我想我写程序的心得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和行业都会有价值的 我们分成几个话题来讨论 一 做程序员如何入门 如果你一行代码都没写过 就想当程序员 我觉得你勇气可嘉 不过也可以试试 其实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使劲地敲代码 你可以搞个编译工具 找一本程序的入门书 学习C语言可以选择弹号枪的书 学习Java可以选 疯狂 Java讲义 千万别碰什么 Java编程思想 之类 写代码不需要思想 你可以把上边的每一个例子都敲一遍 然后运行一遍 千万不要偷懒 也不要耍机灵 一个例子都别落下 而且必须是全部运行通过了 当你把一本书上的例子和习题 全部运行完了 这本编书30%的知识 就是你自己的了 然后 你需要继续敲代码 不要去做那种复杂的算法题 先把基本的东西做熟练 直到你翻开任何一页 给你指一下 你不看人家原来写的是什么 直接把那段代码自己敲出来 这本书就是你的了 如果做到这一步 这门语言的道路上 你已经行走了50%了 然后 你需要继续敲代码 找点稍微复杂点的算法题 但是别找太复杂的 如果你的资质和我一样平庸 就先多找些习题 千万别搞大跃进 一道一道地做 至于定什么具体目标 大概如下 1.菜鸟级的程序员 累计敲了1万行的代码 能够不看书编码了 2.能够给公司干活的程序员 累计敲了5万行的代码 但是写代码的速度比较慢 调试的时候也比较慢 3.老手级的程序员 累计写了50万行的代码 写起代码疯了似的 半天就可以写2000行 五遍以内运行通过的人 你可能觉得我在乱说 其实并不是 比如 怎么筛选出优秀的飞行员呢 就是要看这个驾驶员 安全驾驶了1000个小时 还是1万个小时 跑步圈讨论今年的训练水平 就按照跑了多少公里衡量 程序员编码也是有硬指标的 硬指标达不到 你就没办法建立那种神经元之间的硬链接 也就没法做到收放自如 不要迷茫 不要郁闷 还没写够五万行 你找不到如何编码的感觉是正常的 就像你初中之前写出来的作文 跟智障写的似的 多练 总错不了 我大学老师和我一样 都是平常人 但是他成就很高 他像一个布尔什维克一样 要求自己 他每天写代码 写文章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每天也跑步一个小时 他说 其实编码和写文章这俩是一回事 你得不断地写 才会有感觉 才不会出错 你写得少 没法下笔成章 写出来的东西 别人读起来困难 你自己的想法也传达不出去 不信的话 你自己试试 写一段话 或者一篇文字 如果好几年不写 你就能感受到 在写东西有多别扭 编码也一样 当你达不到 累计编码五万型 这个硬指标的时候 你是难以做得娴熟的 当你进了公司 上次让你写个程序 实现个小功能 你立刻就虚了 就跟让你写一篇小短文似的 根本传达不出来 你想表达的 但是如果你像我这样 笨鸟多脸 最起码可以写出 很长的有价值的文字 最后聊一句 关于编码的语言 有人问 我是先学C语言呢 还是Java呢 还是Python 我推荐 Java 因为Java应用范围广 学了它以后容易找工作 先学了Java 以后转写Android 或者Python也容易 那学习C语言呢 我不太推荐C语言 因为用的比较少 至于算法结构 我不太建议学 因为当你进了公司 基本上你这辈子都不用自己实现一个双脸表 如果你说你要去个高级公司 要去写库函数 那就需要你自己去专研 或者请教更厉害的人 二 关于数学 有人问 我数学不好 能当马农吗 这个我思考了很久 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但不确定 万一是我自己的认识有局限呢 后来我给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的小伙伴 都打了电话咨询了下 答案果不其然 总结起来一句话 除非你做算法相关的 否则学很高深的数学 没太大用 月薪三万以下的编码工作 初中数学水平就够了 三 关于年龄 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 我今年成成岁了 还可以改行做程序员吗 说实话 我认识不少三十五岁以上 改行当马农的 这个行业门槛低 前途也不错 你要是不确定自己是不适合 按照我之前写的 看看自己能不能写完 第一个阶段的一万行代码 如果你写完了 看看能不能写到五万行 如果能写到 你确实适合搞这个 这些需要多长时间完成 事实上你要是合适的话 很快就完成了 不合适的话 估计这辈子都达不到 写几行就忘记这回事了 不要把你的想当然作为选择的依据 很多人高考后 不知道选择什么专业 其实选择专业 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我认为 人们首先需要纠正的 是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误解 很多人以为学经济就能学到如何赚钱 或者以为学了管理学就能当领导 根据我多年以来的经验 好像没有发现 用人单位打广告 上面写着聘请经济学专业毕业生 待遇优厚或者高薪聘请领导 很多人学了经济学和管理学 很大可能趋当了中介 并不是说做中介不好 我认识一些中介 比我年轻五六岁 赚得跟我差不多 但是一般情况下 气质形象俱佳才行 现在一般正儿八经的公司 选拔干部的规则 都和华为选用人才的标准一样 也就是韩非仔 韩非子 显学理说的宰相 比起于周部 猛将必发于足五 从基层员工离选领导 以后企业用空降兵的情况 会越来越少 很多人偏爱金融学专业 他们认为 学了金融学 就能够非常有前途 其实金融学专业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有前途 这个领域我很熟 因为我身边有一堆金融从业者 和他们熟识 是因为同样喜欢历史 金融领域的薪资收益 存在明显的头部效应 也就是头部的百分之一 拿走了整个领域几乎所有的钱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金融行业的收益模式 和很多人想象的完全不同 一些人以为金融数学号非常重要 通过数学模型来分析经济 通过炒股或者其他操作来盈利 事实上是你想多了 这可能是影视剧误导了你 绝大部分金融领域的高手 依赖的是关系网 笔杆子 嘴皮子 这个让人很费解 不过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我认识几个在金融行业做得不错的 他们都是文笔了的 能够下笔千言 当然 他们最大的本事是能筹到钱 认识很多人 而且他们也不是学金融学的 我不建议你学金融专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金融专业的留学生太多 因为这些年 英国把接受中国留学生 当成GDP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英国留学很容易 去了之后 绝大部分都是选择金融专业 我也不建议你学历史 因为喜欢历史是一回事 学历史又是一回事 毕业后很难找到有前景的工作 我重点来说说计算机专业 因为我最了解这个行业 首先 做马农肯定是可以的 在计算机行业 只要细心 认真 天分不高的人 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 收益也很好 将来计算机行业的人才需求 肯定是海量的 这是因为 代码不是写出来就完事了 海量代码对应的是 海量的维护人员 集成人员 另外 计算机行业普遍潜规则较少 行业相对自由一些 没有什么官僚器 高水平的人 只要脾气别太臭 一般很难被埋没 其次 当马农的学习途径非常多 如果将来当马农 不一定要学软件工程 学习计算机 通信专业都可以 我不建议报考软件学院 因为这个学院的学费非常高 如果本科不是重点大学 可以将来考研究生的时候 重新努力一把 平时学好英语 上名校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我在很多文章里反复强调过 当马农最重要的不是天赋 也不是数学 月薪三万以下的马农 只需要初中数学水平 最重要的是获得语感 一个人如果想做马农 他只要在大学的时候 多写多练 从大学一年级 就开始攒代码的数量 如果他能坚持四年 会远远超过其他同学的编码能力 毕业的时候 能把面试官下一条 我去过很多高校招生 在面试这些学编码的同学的时候 我发现 80%的学生 整个大学代码量 不超过2000 只好招聘了这些人以后 重新培训他们 最后 马农界的工资差距非常大 基层的复制粘贴 马农每月可能也就能够温饱的水平 但是能做性能优化和架构的马农 月薪5万以上很普遍 倒不是多难 是需求很大 造成功不应求 将来选择职业时候 要选艰苦 有挑战性的那种项目 去攻山头 长期收益特别大 技术才是硬通货 每年高考后 很多人面临选大学专业的难题 很多读者建议我写一篇 如何选择专业的文章 一部分人是因为自己要上大学了 一部分人是自己的侄子和亲戚 要选专业上大学 他们不甘心坐在旁边 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想给自己的家人 亲戚 一些专业的建议 有的读者不知道 在哪里看到一个梗 多次问报考哪个专业毕业后 能够月薪八万 我确实见过 毕业就能拿到这么高工资的人 不过这种人数量并不多 今天我把自己知道的 关于选专业的事分享下 供大家参考 说不准有用 当然了 你肯定不会只看我一个人的建议 毕竟我说的只是一个侧面 期待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我们得强调几个基本常识 一 除了部分专业性极强的专业 比如医生和律师 绝大部分人在毕业五年内 就开始折腾跟自己专业无关的事 尤其是当下的时代 人们对未来的确定性越来越低 有些专业人才在市场上 根本没有匹配的工作 我的一个朋友毕业多年了 尽管继承了他父亲的洗车店 现在还经营的不错 不过他依旧长期关注人才市场的招聘信息 查看有无招哲学系毕业的职位 每次看到没人招哲学系的毕业生 就感慨家里有钱真是好 可以去读一些没什么用的专业 二 能去大城市就去大城市 为什么我经常说年轻人争取去大城市呢 那些小地方人事复杂 盘根错节 相互提携 不管做什么事都得找人 小地方本质还是人情社会 不像大城市是陌生人社会 相互之间遵守简单规则 反而相处容易得多 不过也有个问题 如果在大城市将来发展不下去 回到小地方 会过得有点痛苦 之前总有人感慨大城市里邻居之间比较冷漠 其实这才是正常社会 村里那种互相都认识 天天互相打探 流言蜚语不断 没走几步就得跟人打招呼 才让人身心疲惫 这时候肯定有人要问了 大城市房价高怎么办 大城市房价高主要是有人购买 繁荣赋予了一堆砖头以价值 偏远山区 索马里委内瑞拉的房价并不高 你也不会去买 所以房价高是繁荣本身 你的竞争力 如果能跟得上大城市 自然买得起 在大城市工作 收入往往是曲线增长 而不是线性增长 你往往干着干着会有一个跳跃 当然 如果没有获得曲线增长 也要保持平常心 咱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美国人经常说 Give a shoot 也就是打了一枪 或者尝试过 一枪没开始遗憾 开了没打中就拉倒了 纠结也没用 我们尽量避免自己成为那种 一辈子没做过艰难决定 没冒过险的人就可以了 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思考问题 一定要少用平均这个说法 多用二八定律 比如中国人平均收入乘乘乘乘 很多人还觉得我们的收入很低 接受过教育的人第一反应是 我国接近三亿人 接近欧美的经济水平了呀 如果我国没有达到三亿人 接近欧美的经济水平 那三亿人再来一次二八定律 最后那六千万人的经济水平 妥妥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标准了 三除非比较特殊的情况 可以先选学校再选专业 你毕业两年后 基本上没人问你哪个专业的 因为很多专业你说了别人也不懂 但是你说大学名字 别人永远都可以第一时间 给你的大学找个位置放进去 比如厉害名校啊 或者嗯还不错 应该不是985就是211 再或者没咋听说过 应该和驻马店职业技术学校差不多吧 等到你工作五年之后 几乎不会有人关心你的专业了 你的标签是由你之前工作的单位 和你的毕业学校共同组成的 四大学其实教不了你多少东西 基本全靠毕业后自己学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 保持学习的能力 学习的能力有两重意思 一是不惧怕学习新东西 二是知道学习曲线 能够顺利看过学习新知识 是初期的挫折感 我主要讲下我了解比较多的专业 免得误人子弟 我先讲一下金融领域 我对金融领域比较了解 大家首先要纠正学金融 就可以赚大钱的荒谬认知 相比其他领域 金融领域更像是明星圈 世界上有两种职业 一种是呈现出明显的头部效应 也就是这个行业里 百分之一的人拿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钱 金融就是这么一个领域 此外还有直播行业 头部的主播一晚上可以赚一辆法拉利 头部以下的主播只能喝汤 另一种是金字塔形的 头部的工作人员能赚很多 但是不会拿走太多 比如马农领域 我们公司最顶尖的马农 跟普通马农的收入也超不过三倍 好像很多从事金融的人都爱历史 因为我也爱好历史的缘故 认识了一堆从事金融行业的 我哥以前非常仰慕金融领域的金灵气质 明小物理专业毕业 数学非常厉害 自信满满地进入了金融领域 梦想着用数学搞个模型之类 就像华尔街那些精英式的玩交易 后来 他去了国内知名的一个基金公司 变成了一个金融行业的终结 是的 生活就是这么惨无人道 你以为的金融从业者都打扮得光鲜亮丽 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 操作着计算机 在金融的世界里指点江山 而现实里 绝大部分金融从业者都是站在街头 摆上一个小桌子 小凳子之类的 在那里招揽半信用卡的人 当然了 我哥做金融中介不代表他赚的不多 他的主要工作是说服一些有钱人 去买他们公司的一些理财产品 他从中抽成 汗老保收 合同里写得很清楚 盈亏由客户资付 他们中介主要收固定的管理费 通过这么多年的折腾 他成功取得了一群有钱人的信任 每年都回头 他每年就算不去开发新客户 收入也比那些互联网大公司的产品经理赚得多 我问过他金融行业的事 他表示绝大部分都是做金融中介的 因为这个领域最难的事情 不是怎么交易 怎么赚钱 绝大部分交易员的交易盈利情况都赶不上大盘涨幅 剩下的交易员业绩还不如之后 既然这样 往往基金公司会买一个组合 也就是一堆以往业绩不错的股票 放在那里慢慢涨 跟着大盘自由摇摆 基金公司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去找客户买基金之类 有了钱 以后什么都好说 大部分银行或者金融公司招聘工作人员 很多人被招聘了以后 经常是当了前台 痛苦至极 每年都有一堆人找我说这事 当然了 我也只能是听听 给不出什么合理建议 金融专业的人严重过剩 最近五年 我每年都会去一线招聘 因为现在国内的大公司 比如腾讯 阿里巴巴 华为等大公司 都开始让项目负责人去招聘 人事经理只负责把关 看看应聘的人有没有精神病 或者心理素质怎么样 所以我这样的技术相关领域的 就得去招聘 我在招聘的过程中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海归太多了 软件行业海归非常多 金融行业的海归更多 可能是拜前几年 对海归的无敌先崇拜 大批在国内考不上好大学的孩子 被送到了海外去深造 这些人严重拉低了海归的含金量 最近几年 人事经理基本都专业化了 小公司我不知道 大公司的人事部门 到处是留学归来的 琳达和艾比 事实上 留学生回国做人事 已经是行业惯例了 这些留学归来的人 当然醉了解留学生 有次吃饭 一个叫J的女生 给我们普及了哪些大学 是可以直接花钱上的 哪些大学只收有钱人 哪些大学是普通人 无论如何也上不起的 我当时听得一愣一愣的 毕竟我们这些国内的学生 十万以内就可以把大学读完 有人甚至没带钱 就去上大学 靠的是亲戚 邻居的支持 就能把大学读完 人家留学生要花数百万 他一句话总结 英联邦的毕业生 整体优势非常低 北美的相对较高 英联邦包括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 大家去留学的时候 仔细考虑下 这个趋势现在已经很明显 再过五六年会更加明显 为什么讲到留学生了呢 因为这些年去海外留学的 十个里面有 七个是金融专业 而金融行业的整体需求量 并不高 如果你家里条件好 并且对这个金融行业 心里有数再去报考 如果家境一般 以为学了金融就可以赚钱 我劝你尽快放弃幻想 再来说下马农 马农里有将近一半不是计算机专业 或者软件专业出身的 很多都是自动化机械专业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大学没读计算机专业 将来去做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也没有太大门槛 能够拿到高工资 主要是集中在互联网大公司中 这些公司财大气粗 所以工资高 此外还有一些刚融倒资的公司 这类公司现在很少了 2018年的时候 有的刚融倒资的公司 工资高到离谱 我曾招聘过一个人 转眼就被一家新公司 以月薪八万抢去做区块链了 后来市场上突然没钱了 倒闭了一堆企业 其中包括这个人去的企业 因此这个人也失业了 虽然马农的工资 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出现井喷式的高工资了 但是马农这种智力密集 而且有一定门槛的行业 注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工资不会太低 大家肯定有纳闷的地方 那么多人去做马农 会不会饱和 饱和倒是也够呛 而且马农也分三六九等 饱和之后 可能会拉低整体的工资 不过优秀的马农 依旧可以去好的公司 继续升至加薪 每年马农写那么多代码 代码就跟吃剩下的饭一样 放久了就发霉 如果没人维护 产品很快就没法用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将来代码会越来越多 需要的马农也越来越多 至于人工智能 听听就得了 如果你现在就担心 人工智能会取代你 干什么都担心精怕 那你趁早别干了 不用等人工智能取代你 你周围的人就把你给取代了 当然 做通信工程师之类的马农 并不是十分轻松的事情 尤其国家级的通信网络 复杂极了 每台设备都有上一星代码 而且包括几十个厂商 出现了不以人意志为 转移的混沌性和随机性 经常不知道它为什么坏了 不知道为什么它有自己好了 所以各国都尽力想一些办法 来增加网络的稳定性 一些国家甚至有给服务器 开光的习惯 很多读者觉得我写的历史很有意思 于是他们就问我将来去读历史专业怎么样 我非常不建议读历史专业 如果你喜欢历史的话 和我一样研究就可以了 不然学了这个专业 大概率一毕业就失业 我也不太建议 家里没有经济实力的人去读经济学专业 参考我上面讲到的金融学专业的就业情况 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经济 金融知识主要对写财经类文章那类人有大的价值 因为那些复杂的金融用语只有在吹牛时候才有用 真实的金融业主要是谈项目 谈分红 你天天讲经济学术语和金融学术语 但是你的客户是哪些有钱人或者企业家 他们既不懂经济学又不懂金融 想赚钱 你学经济学和金融学还不如去学会计 我之前做过调查 几乎所有学了一的小伙伴都反映自己极其忙 赚钱虽然还行 但是真的非常疲劳 如果你去过美国就会发现 那边的医生都是金灵 我之前提到过 我认识的一个美国牙医家里竟然有小飞机 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后来才知道美国牙医能赚这么多的有很多 医生在美国是买高端服务的 在我们国家 医生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他们真的很辛苦 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群体 我说了这么多 很多人会问 你能不能不拐弯抹角 能不能一句话概括下 总结起来就是 如果你家很有钱 选什么都没问题 你甚至可以去学哲学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出身很普通 我建议往技术层面的专业上考 技术类的专业几个好处 首先 技术是相通的 而且你学了技术性强的专业 选择的余地要大得多 你学了自动化专业 分分钟可以去做计算机专业的事 你实在做不了计算机专业相关的事情 还可以去另加卖方 如果你不是技术专业出身 想去做技术 你就得从头再学技术 不管是时间成本 还是金钱成本 都要大得多 这也是为什么 学数学的人转行比较容易 尽管我经常说 月薪两三万的马农只用得着初中数学 主要是他们学的是硬通货的知识 其次 学习技术可以有效治疗 一般长期不干技术 就会产生一种怀才不遇的错觉 只有你学技术才会知道随便一个小问题都可以让人折腾好几个通宵 人多多少少会牵工一些 也会开始意识到社会比较复杂 而不是天天批评社会这不正常那又不对 最后 学了技术强的专业容易找工作 骑驴找马吗 玩过绝地求生的人都知道 有时候着急找辆车 跑断腿都找不到 但是一旦先找辆车 哪怕是个破摩托 很快就可以找到别的车 找到车之后就能发现到处是车 把握住一个大机会之后 人生到处是机会 另外 大家不要被社会上各种猎奇 夸张的新闻给迷惑了双眼 现在远远没到月薪一万活不下去的地步 埋头做好自己的事 抬头随时关注趋势 毕竟坐在潮头 奋斗一年顶十年 第六章 看懂趋势 掌控未来 最可怕的是 是你对经济周期一无所知 这段时间 我听得最频繁的一个词 就是寒冬 全世界都在叫苦连天 又是裁员又是闹腾 在一些国家 又引发了别的问题 很多人比较纠结 什么时候才是创业进去的好时机 什么时候又该待在家里静观其变 其实一句话就能说明白 凡是最好在周期启动时候做 那么该怎么识别周期呢 看完这篇文章 你就明白了 我印象中 似乎每隔几年 就会有人说寒冬来了 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不提了 大家都红红火火地去过日子 这其实就是经济周期 经济上行变好的时候 大家过得顺风顺水 有声有色 斗志昂扬 到了经济下行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不涨工资 甚至开始裁员的时候 使大家感觉最明显的寒冬 就是经济周期中的谷底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会有经济周期呢 信贷带来了新玩法 这就要从经济运行的基础 信贷说起 农业时代的商品生产 是小作坊式的 融资模式也很简单 就是自己攒钱自己投资 比如 有个裁缝开了个小店 生意不错 打算在另一条街上再开一家 那他会把现在这家店的盈利攒起来 作为下一家店的前期投入 这个资金积累的过程很漫长 但是风险很小 即使新店生意不好 或者经营不善倒闭